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我们的云函数中 去对云数据库进行一个增判感查 首先我们需要去了解在UniCloud中的云数据库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 那么UniCloud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JSON格式的文档型数据库 数据库中的每条记录呢,都是以JSON格式的一个对象 一个数据库呢,可以有多个集合 也就是可以有多个数据表 相对于关系型数据中的表呢 集合可以看作是一个JSON数组 数组中的每一个对象就是一条记录 记录的格式呢,就是我们的JSON对象 那么来我们的控制台看一下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呢,可以看左侧数据表 数据表就是说的是我们的一个集合 上节课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User的一个数据表 这相当于是一个User的集合嘛 这里面会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创建的一条记录 它相当于是集合这个数组里面的一项 那一项呢,就相当于是一条记录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添加 再去添加一个NAME NAME是123的一个记录 那么我们确定,现在呢,就会又给我们添加了一条记录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集合 这个User的集合里面呢,有了两条记录 那么我们看记录里面,我们点击管理 记录里面会有什么呢 是我们标准的一个JSON格式的代码 会有一个字段 那么我们字段对应的是某一个值 值的话可以是我们的Stream类型的 Number类型的,Bull类型的 都可以去按照标准JSON代码的一个格式 去进行一个书写 那么这样的一段代码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集合中的一条记录 这就是我们的UniCloud中的一个云数据库的一概念 而鉴于安全原因呢 我们的数据库调用只能在我们的云函数中去进行 不能在我们的客户端直接对数据库进行增长改查 这点我们同学要了解到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应该怎么去做呢 把之前的代码先给它干掉 那么我们想要去使用数据库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是要获取数据库的一个引用 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我们使用UniCloud提供的database 这么一个函数 这样呢就能获取到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引用 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的DB一个变量里面 然后呢我们数据库的引用获取到了 接下来呢要获取到我们集合的一个引用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对某一个集合下面的记录 去对它进行一个增长改查 那么我们要去获取集合的一个引用 集合的引用怎么去获取呢 我们叫collection等于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DBDB.collection 这样呢我们就能获取到集合的引用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集合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集合叫user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把我们的user传入到DB.collection里面 然后把它复制到我们的一个collection的原谅里面 现在我们就能获取到集合的一个引用 集合的引用我们获取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记录进行增长改查了 首先我们先去给它新增一条记录 在我们的user里面呢去新增一条记录 新增呢我们怎么做 我们可以使用collection.add add呢希望我们传入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我们怎么写 现在全都有一个id和一个name id呢是给我们自动生成的 我们不用去管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去增加一个name字段 给它一个值 我们叫uniapp保存一下 我们需要给它去复个值 我们把它复制到res上面 然后我们去打印一下 把下面的输出我们删掉 我们去输出一个数据插入 然后去把我们的 在这里我们再打印一条 我们叫res我们把它转成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去运行一下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云海数 怎么去测试运行 之前我们讲的呢是在客户端呢 使用unicloud.confaction实际去调用的 但是我们在开发中肯定不能写一步 然后去调用一步 这样的话是很浪费时间的 因为每次我们修改 我们要去上传部署 然后才能在我们的客户端实际上去调用的代码 那么我们快捷的方式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云海数中 看下面有一个上传并运行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 这样的话呢 直接可以在轰制台看到日志输出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去点击一下上传并运行 然后就等待我们的代码开始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呢 会给我们返回 然后呢 IS给我们返回了一个空的对象 那么我们的日志成功打印 然后呢 可以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刷新一下 看我们的数据有没有添加成功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蒙 是uniapp的一个记录 已经成功插入到我们的 user的一个集合中了 那么我们除了这样去添加 还可以批量的添加我们的一个数据 批量怎么做呢 我们就不去传一个对象了 去传一个数组 那么数组里呢 我们把这里改成will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添加一条 这里呢 改成html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加一个type type呢 我们比如说写一个前端吧 我们还可以去给它添加一些其他的字段 然后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上传并运行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返回 可以看到当前我们数据还是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空对象 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会返回一些数据才对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函数上面呢 有一个async 那么实际上应该在我们的调用方法之前需要写一个wet 这样的话它才是一个同步的接口 那么我们再去运行一下试一试 上传并运行 然后我们稍等一会儿 等我们的函数运行完之后 给我们返回结果 来看一看我们的返回结果 对不对 可以看到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对象里面已经有数据了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有一个insert的字段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表示我们新增了几个 我们当前不是增加了两个内容吗 两条记录 那么会给我们返回一个二 然后result里面呢 实际上是我们插入的一个ID 我们会显示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一个的ID 这是我们第二个插入前端 就是atml的这个ID 会返回到我们的result里面 然后回到我们的控制台 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之后呢 就看到我们的数据记录就已经添加完成 去对一下我们的VUE的ID 对应的是5E开头 然后9C结尾 看一下 VUE第一条嘛 对应的是5E开头9C结尾 第二个呢 是09D结尾的 看一下我们的ID 09D结尾的 说明我们的数据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一个增加 增加我们的记录 那么增加完之后呢 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删除记录 我们把这些增加的内容 先给它删掉 删除呢 同样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collection 我们是用.doc doc是做什么的呢 是选择我们指定ID的一条记录 选择哪条记录呢 删除最后一条记录 ID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集合里面去找到 当前我们输入的这个ID的这一条记录之后 我们再使用一个remove方法 删除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删除我们的记录了 我们把它复制给res 同样呢 我们使用wet 然后输出一下我们的res 我们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保存 去上传并运行我们的代码 运行完成之后呢 然后会给我们返回影响了几个 我们影响了一条记录 然后我们删除了一条记录 那么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记录就已经删除掉了 这就是我们删除数据库的一个